来了夏天到了都没给我们家豆豆洗澡 最近比较忙 然后呢今天给我们家大老师安排上了哦 哎哟我家豆豆洗澡可乖了 去年夏天的时候 我每个星期都会给我们家豆豆洗两到三次 每次洗澡的时候呢都很乖很配合的那种 而且还不会逃 主要是洗澡的时候他不咬人知道吧 现在有的粉丝是信我说 说他们家的土博鼠洗澡的时候跟打仗似的还咬人 你再看看我们家豆豆洗澡的时候真的是不咬人 从来不咬人了 随便你怎么弄怎么给他擦 他都不会咬你的 而且还很乖知道吧 土博鼠为什么咬人呢 是因为你给他洗澡的时候 他比较害怕 土博鼠一害怕呢 他就很着急着急就会咬人 所以你给他洗澡的时候要温柔一点 然后鼻子是不能碰水的 一定要记住是不能碰水 好啦不说了 我要给你家豆豆洗毛发了 还有就是土博鼠吹的时候 一定要把他身上的毛发要吹干 不然的话他会感冒的哦 感谢观看